大家好 星期二得到 今天是2023年1月10日 已經是星期二了 跟大家說一則 大陸的一則 你說是政治新聞也行 你說是跟最近的抗爭事件有關聯也行 大陸 很多人出來抗爭 都是為了自己的權益 除了89年天安門 事件之外 以及彭在舟的意思 其實大部分人出來都是為了自己的自身權益 不過在中國來說 想要維護自身權益 其實也很難 往往維權 等同反革命 很多維權人士被人抓 被人鎖 實際上 就算你 拿回自己應有的權益 也好像有罪 不過 現在又有一件事 是會引起 接下來 可能有機會大規模的一件大件事 群體性事件 又或者 出現一些 群體的發展商那裏吵 買貴了很多時候 在大陸 外國就沒有的 例如買一層樓 轉頭發展商減價 通常 業主沒有人會發聲 但是大陸 業主就不單是發聲 甚至乎去到發展商那裏搗亂 而現在的車一樣 如果你買了一架車 而突然間那間車廠減價 那麼很多車主 就會去維權 就會去示威 然後 甚至乎 去到那個實體店破壞 剛剛發生了一件 就是美國電動車Tesla宣布 他們的Model Y和Model 3 兩款車在中國出現減價 很多車主很不滿 我們跟你買了的 現在你減價 那麼我們怎麼辦 我們就是坐艇 其實這件事 是大陸才有的 全世界都沒有的 例如你電話 你買了一部電話 一萬元 過了三個月之後 一定會跌價 那麼你會不會有人買了電話之後 在蘋果那裏吵 現在減了7000元 當然不會 但是 在中國就會 所以中國的蘋果是不能減價 一減價有人去抗議 這次Tesla減價 引來上海 成都 北京 深圳等門市有維權的示威 甚至乎有車主 衝進去成都太古里的Tesla實體店 那裏 搶掠 洗劫裏面的水 零食 禮品 全部被洗劫一空 現場有一架模特兒 用來做樣板 亦都被破壞 更加傳出 這次Tesla維權 是其中一個汽車品牌比亞迪的員工 有人發現 裏面其中一個策劃者是比亞迪的員工 這件事 使得比亞迪很尷尬 這個員工 出來回應 他說 否認是策劃這些維權事件 不過 證實 在8日 以車主家屬的身份 代表老婆 參加西岸的Tesla交付中心 維權活動 強調這次 是為家庭權益維權 是個人行為 跟公司無關 不是打算要討厭或者抹黑Tesla 因為大家是競爭對手 他又說 知道這次事件之後 已經第一時間報警處理 同時 在中央網信辦 違法及不良訊息舉報中心 對相關事實 不符事實的訊息 舉報 即是有人說 他 策劃這件事 目的是要搞Tesla 原因是他就是比亞特的人 然後 在成都太古里的Tesla實體店裏面 車主要求 包括10萬公里超充 加100萬積分 加FSD 完全自動駕駛功能 以及 2至4年的延期保養 總金額 大約是超過 10萬人民幣 當然 人家一減價 你就打死除棍子 又要這個又要補那個 另一方面 路透社也報導 有200個Tesla的新買家 在上海交付中心聚集 以抗議 三個月裏面兩度減價 雖然有車主認為是正常的商業行為 但是也認為Tesla做法不負責任 北京的Tesla也一樣 他們的陳列室遇到維權示威 也有公安介入 驅趕這些聚集的群眾 Tesla的中國部發言人回應 他說 是不會打算補償最近一次減價前提貨的買家 這件事傳出去 大陸人當然是十分之生氣 很多中國網民也說 抗議者的行徑 感到憤怒 為甚麼 他們說 部分網民表示這些事件令人發指 要全部拘捕 他竟然不是抗議Tesla 反而這班網民是很清醒的 他認為 這些搞事的人是應該拘捕 維護市場秩序 如果Tesla加價 這些人會不會補錢給Tesla呢 是不會的 而且罵來罵去 Tesla也沒有做過任何補償 這次 上升到洗劫 人家的禮品 搶人家的水 零食 食物 很丟臉 他們認為 打著維權的名義去洗劫商店 這些 是太過份了 其實Tesla 不是第一次減價 已經兩次減價了 大陸的 電動車 政府一直都有補貼 但是原來補助 只是到了去年底 就是說很多人趕著在去年底下降 今年即買即蝕 因為今年沒有補貼 Tesla大幅減價 好像 大陸的官網顯示 Model Y 之前由288,900 減到259,000 即是便宜了差不多3萬元 降風超過一成 Model 3 售價由265,900 減到229,900 即是 減了 3萬多元 其實 他們要求的東西也挺過份 人家減價減3萬元左右 你就要求人家這件送那件送 要加一加慢慢要超過10萬元的東西給你 即是 很多時候你看到大陸 很多維權 有部分是有點過份的 例如之前我們說過 好像成都那件事 成都 重慶應該是 重慶那宗藥廠 有一萬個員工出來抗議 他們的抗議就是公司無理解僱 要公司賠錢 其實最終就要賠錢 不過 事情有兩面看 即使他們 這個合理也好 凡是有些抗議的事件 其實對於中國政府來說 對於他們也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任何人出來 無論你是為了自身權也好 根本完全跟社會公義的一些關係也沒有 你純粹是為了自己 其實中共也很怕 因為 個人的權利如果得到新章 其實中共 就應該被人稱旋 因為中共 是侵犯最多個人權利的國家 就是要減價的政權 是不是 好 這次特斯拉事件 當然 又是另外一個有機會會爆 爆大鑊的一件事 原因不是車 是樓 以往我們講過了 很多發展商一減價 之前跟他買了樓的業主就一定會抗議 甚至乎打架的 一定會去現場打人的 因為他覺得 他會被你找了笨 尤其是樓一降價降得多的 那些 接下來中國 你覺得樓要減多少才能買得出呢 要減多少 那之前買了樓的業主 沒得撻訂就跟你吵了 所以 接下來也會有大規模的抗議潮 我認為 這個 這個災難其實是避不開的 因為大陸的樓市 是徹底崩潰 每個人都沒有錢 最大問題就是買了那些 早一陣子買了那些最慘的 他們以為可以供 實際上是供不了下去 加上 新家縮水 即時可能變成負資產 樓價跌也不止三成 你扔回銀行 就馬上掉爛了 問題就是大陸 沒有的 一定是你自己揹飛的 大陸又沒有空港公司 又沒有人破產 即是說你欠銀行的錢 一輩子都要還 你是逃不掉的 這件事也挺麻煩的 所以這次從Tesla事件 我們可以看到 接下來 臨臨種種 五花八門所有維權事件會陸陸續續出現 中國人只要覺得有甚麼不妥 覺得自己的權益受損 就會上街 而這個習慣 一開始承認 其實共產黨也要有頭暈 甚麼事也好 就會有人上街 所以 現在的中共 其實是會面對一連串的風波 當然他 還有時可以透過這個維穩力量去鎮壓下來 但是當 這件事密到他自己也鎮壓不了 而且 對於這些維穩人員 可能都快沒有良出 這樣就會 徹底影響他的政權 當然 可能還有一些時間 或者可能要有幾年時間 雪糕慢慢滾上去 但是 始終 現在大陸的經濟越來越差 以往經濟好 人們就可能會忍你 經濟不好 就出聲 就出來搞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接下來有其他的新消息 再跟大家詳細的分享 拜拜 大家好 我們在 2023年 即是今年 1月28日 是農曆的大年初七 我們會在黑池 舉辦 我們的今次大型網聚 而今次的網聚其實有兩大主題 第一 當然是 因為講了很久了 要在黑池 跟英國北部的朋友 見面 和大家聚聚 第二 就是我們會成立我們的charity 希望到時可以多些朋友參加 發揮 香港人 助人 互助的精神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加 我們 開始時間是下午的兩點半 大約是到六點 或者六點半左右 會有很豐富的節目 也有很多的 嘉賓 到時我們會收取10磅的茶點費 有香港的奶茶供應 港式奶茶供應 也有點心供應 好 到時希望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已經在這年多裏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害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